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靖思雨让我教学有三部曲 刚刚教书我真的是爱的教育 愿教育以终身 但是爱的没方法 骂学生骂的声势力竭 就变成愿教育以终身 看到靖思雨之后 我恍然大悟 嘴巴脾气不好 心地再好也不算好人 原来我在骂学生 我这样子算脾气不好 那我心地好 学生也不知道我是爱他 我就开始会用靖思雨来反省 以前看到不讲理的人 或不合理的事情 我就想忍 忍啊 忍啊 可是忍一忍又会觉得 很生气 靖思雨里说 忍不是最高境界 要达到看开忍 忍而无忍 我去体会 真的 每个人看事情都会有不同的角度 处理事情都会有不同的方法 所以每个人讲话 也会有不同的口气 把它当成说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会觉得我是在人 以职要契合 得理要饶人 当你放下身段 我们讲的话 反而是更有分量 靖思雨 真的是像很柔很柔的东西 但是柔能克刚 我现在是乐教育以终身 靖思雨让我收获很大 所以一直一直的我读她 千万变以智慧更增加 感谢观看